大家好,我是Isabelle 要跟大家說抱歉 因为我们今天有了15分钟的空档 原因是因为拥有卡户账号的职工 他去冰岛度蜜月 然后我们没有好好把这件事情承接好 所以让大家有这个时间可以这样子坐在这边 帮他再听我讲话 非常奇妙的时刻 那我先来置入行销一下 就是铜花松是 我们接下来就是 大家知道GINV大松是每两个月办一次 那今天4月8号办完之后 下一次的大松不是在6月 是在7月1号 那7月1号会到台中的高铁站办 那台中为什么到台中高铁站呢 因为其实蛮多人反应说 到台中高铁站比到南港中研院方便 因为以我来说我从竹北来 我坐到台中高铁站只要25分钟就到了 那更不要说有很多人 其实他会从南部或是 会从台南或高雄上来的 所以我们大概希望每年都会有 一次可以到中部 那一次可以到南部去 让一次到东部去 让全台湾各地都可以有黑客松 GINV的黑客松 那我们除了7月1号会去台中呢 4月2930就是五一劳动节廉价的前两天 我们会到 我们先看一下童花松 我们会到南庄的共学空间 就是有一个叫数位农民组合的社群的共学空间 那在南庄的南浦国小旁边 那其实这个已经是今年第四次办了 那这是一个比较小型的活动 那会是两天一夜的活动 然后就是共学空间那边有非常简单的住宿 你再睡袋就可以去了 那会在第一天会在那边 第一天下午到 那会在那边做菜桃柜 菜包 然后还有就是这一次听说会带做这个 好像台球那个植栽这样子 然后第二天就是一个比较面向就是农业主题的黑客松 那是一个温馨 而且非常好玩的小活动 那现在其实我们只有开20个名额 那现在应该已经11个人报名了 那所以如果要报的话就赶快上黑 诶是三个人报名了 那就是赶快到黑 到到到到到KFIX这边报名 那另外呢 这是四月底的活动 那六月初 登登 六月初这个活动呢 是G0V的Intel 不是纠松团 那个Intel其他两位那个发起人不在这 我要特别澄清 这是G0VIntel就国际交流小组 和日本的Code for Japan社群 还有韩国的Code for Korea社群 三个国家大家一起主办了 跨国的黑客松 那这个跨国黑客松 其实第一次是在2019年的6月 在G9岛 在沖縄市办的 那2019年的12月在台南办了一次 那所以日本跟台湾人都各办了一次 那本来是2020年要在冀州岛 那大家也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 就一直没有 就是一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在做 本来2020年要做的事 那这一次是在 是韩国的社群伙伴主办 那会在冀州岛的 他们有一个就是研究中心那边 那会供三天的就是三天两夜的时速 但是机票要自己买 那就那语言一般都会用英文 那就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HackMD上面有非常详细的资料 那就是英文韩文中文日语都有的资讯 那大概是这样 那有一个channel叫Face in the Ocean的channel 在SPEC上 那大家如果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 好 是不是剩30秒 还有两分钟 那我要讲什么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今天是第一次来的举个手吗 多累多累 好 因为不是第一次来的 可能现在都还没来 他们就会晚一点来 然后另外那我想问 有没有人是以为这是个AI活动而来的 我有点担心 我们这边今天有那个 台湾人工智慧学校的校务长 Rich在这里 然后我自己是 我自己也是台湾人工智慧学校的秘书长 所以还有我们很多社群成员 这个任祥五月初要办AIGC年会 对 所以如果有任何AI问题 虽然我们不是否AI主题的黑客松 但是如果有任何AI相关的问题 都欢迎跟这几位可以做讨论 那我自己等一下也会有一个提案是跟AI有关的 其实呢我本来没有要提案 但是我很怕有人来了以后以为我们挂羊头卖狗肉 所以我就赶快提了一个跟AI有关的提案 然后还有这个 乙捷也有一个跟AI相关的提案 就还蛮多人花一些力气 在做AI相关的议题的探讨 那所以现在有没有任何人有问题 现在就想问的 请说 是 怎么开始 你有投影片吗 就你上来 然后三分钟把你想讲的讲完就好了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在旁边会有一分钟的提示 和时间到的提示 对 对 新手友善 对 好 好可以啊 所以9点50了 太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 第一位是 我交还给RS了 那我们先感谢伊莎贝帮我们就是充实的就是用完了剩下的时间 那我们可不可以先请第一位提案人 那个讲Darta的是王 王信尧 对 请信尧就是上看 给分享 然后下一位就是